哈喽哈喽能听到吗 我们今天来一个四驱训练 在线的同学扣一下1 好几天没见小伙伴了 甚是想念 然后咱们这期稍微有点调整 我们为了保证每次的画线作业 能效果质量非常好 所以哥也是精选加慎选 没有那个画线作业的时候 我就带大家做做四驱训练 有画线作业的时候 我们着重来讲画线作业啊 给大家选一只阿里啊 选个墙的吧 我们来看墙作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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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嘞 咱们来练这一只案例 麦去尔 这个是食品饮料 最近很强势的一只票 也是现在厂内的一个高标 那么首先来训练四七案例的时候 拿到这一只票 先要什么 缩图来看一下市 缩小了以后来看 它曾经最高在哪 47块钱 那目前这个价位呢 只占它一个零头 才6块多钱 相对来讲呢 是下跌了N9了 时间也比较长了 并且什么呀 在这个地方 首先第一用眼帘的 是不是这块的高亮啊 这边有高亮柱 高亮柱尤其出现在底部 那是一个明显的吸筹动作 对吧 好多小伙伴们不理解 觉得这怎么能是吸筹呢 这这么多板之后 放了一个高亮 那么你缩图看是 它相对来讲 处于这一只案例的一个底部 出现了低亮柱 所以针对它目前的情况来看 它是什么 连续在拉升的途中 在进行吸筹 那么123 说明它涨势起来 是怎么样的呀 涨起来是很凶猛的 对吧 第四个板的时候 没有过左侧的一个 这有一个压力位 没有过左侧的 弹音的这个压力位 直接怎么样了 开始回调了 对吧 没有过左侧 这个音的21的压力位 开始回调的 那么回调来看 它怎么跌下来的 手跌是缩21下来的 这是不是缩到极致的 一种表现呀 这个跌幅 就要引起我们的注意了 对吧 手跌是缩21 说明它是假摔的 那么整体来讲 它下跌是什么 没有临界的 因为它全是什么 小音小阳 闲人小阳 没有一个成熟的 王牌出现的 所以它是下跌 没临界的 那我们就进来看的话 它在这个阶段的时候 是不是这一波 已经出现了一个刹车 那这一波有什么了 我们说刹车有了 并且呢 也产生了一个 小凹间风 对吧 这个小凹间风 是不是跟前侧的 这个大音顶 是重合的呀 在这个地方 既有刹车了 并且有小的凹间风了 我们说临界位在哪啊 稳健型选手呢 就在过凹间风的地方 来作为一个临界 那可以看一下这个地方 这是不是第一根什么 像样的一根阳柱 对吧 以它的石顶来做了一击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 是走了一个 弓 弓而不过 左侧的大音石顶 因为这根音相对来讲 在目前来看 还是比较大的 弓而不过 下来回调 那我们这波 如果过了这儿 是不是在走刹车和换挡了 那如果不过的呢 是不是要在这儿 这是攻守 攻守 还没有转换成为冲段 对吧 那我们就现在这个行情 来看的话 我来把线画一下 它的虚顶是7块7毛2 也是它的封顶线 那个压力 在这个地方 取虚和取实都可以 相差不了一分钱 到两分钱左右 实顶是7块6毛9 那么在这儿呢 这个地方是什么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2澳的一个二阳啊 那我们说激进型选手 可以直接在2澳的21位的时候 或者过阴顶的时候来领界 那么稳健型选手就等什么呀 就等过左峰的时候 7块6毛9的地方 来做一个领界 对吧 激进型选手在这一天 可以上车的 在过这儿的时候 可以上车的 那稳健型选手呢 就等一等 等他过了凹间峰的时候 再上车 那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天 这一天出了一个什么呀 假阴真阳 风下的假阴真阳 对吧 王牌柱按量性上来讲呢 这一天可以做王牌 是个假阳 那么这一天也是可以做王牌的 对吧 那我们以这根实体比较大的 做王牌 相对来讲呢 是稳定性比较高的 那么他是王牌 那么后三日第一天是假阳 那么是不是要等第二天和第三天 看他能不能形成王牌 开始持续上攻啊 如果能够形成王牌 那这个地方左侧是什么 这一波是刹车 那这一波就可以看成换挡了 对吧 来我们看一下下一天 有没有给机会 没有对吧 没有给机会 但这时候他已经出现什么了 他是不是有王牌柱 基柱的之项啊 以他来做一根王牌 基柱的话呢 那么后第一日是一根假阳 那第二日呢 不破假阳的虚底 这里有一根预设的金线 预设黄金线 那么第三日呢 如果不破七块四毛九 反身的时候向上 那他就王牌成立了 那这就是什么 这一天是阴 那这一天呢 阳 那第三天就决定了 他量性的一天了 也是我们现在 就目前来看 是否能够成为领界的一天 来看一下下一天 没有对吧 但是这个地方是个小阳 很小的一根小阳 打开分室看一下 还是个真阳 那这时候有没有领界呀 大部分选手在过 这个七块六毛九的时候 对吧 如果你是这一天 盖阴顶的时候临界的 那在这个地方 你是一个持股观望的一个状态 继续来看一下 来看下一天 这天有没有人进场的呀 这天这个梯量 有没有人觉得 它是没破七块四毛九 在这个地方 可以做一个低西 或者是他盖了前面 这几个小阳小阳 绝对也算是个像样的一个阳线 有在这个地方进场的 扣一下一 这一天是有精准线的 最低呢 踩到了七块四毛八 相差一分钱 有在这一天进场的 我们说这一天的临界 只有买阴的临界 只有在七块四毛九 在这个地方买阴的一个临界 可以看一下 也就是早盘一开盘的时候 反身向上拉的时候 对我们大部分人 还是等什么 在这个地方 溢价空间已经非常小了 就是说 如果他过不去这一截的话 那么这个地方 没有几个点 但是反身向下的话 我们可能要承受的点位 就要比较多一点了 所以这个地方 稳妥期间 还是等他过峰 向上的溢价空间非常小 反而向下的溢价空间 是有的 大家看一下下一天 这是不是磨叽了 如果我们要在里面的话 这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五天 五天总共下来 没有涨个三四个点 相对来讲就比较煎熬 这就是为什么宇哥总在讲 我们要做过峰的时候 因为过峰之后呢 会有一段比较干脆利索的冲段 峰之下这个地方横爬 相对来讲就震荡的时间 要久一点 来看一下下一天 这一天是不是过了 七块六毛九 来看一下这天的分时 这一天还是个真阳 全天都围绕在临轴之上 七块六毛九的这个地方 也横了好久 可以看到他站上的时间 也比较长了 七块六毛九 大概在这个地方 站上的时间也有了 对吧 并且这一天 是不是直接放量上去的呀 那这里头是不是已经有王牌的合力和接力了 大家来看 这根是基柱 那么这一根是不是踢量柱也可以作为基柱啊 这是什么呀 合力王牌还是接力王牌啊 大部分身子在下面 对 所以他需要明天的一个确认 这个地方是一个接力 我们通常说有合力和接力的情况下 他才能向上 你看下这个地方是不是架涨量缩呀 只差明天一天的确认了 那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呢 尾盘如果你做一个临界 来做一个建仓的话是没问题的 那么第二天确认他你加仓 那反向呢 第二天如果没有确认他 那怎么样啊 跌破七块六毛九 你是以这来进入的 那你就以这来出局嘛 这就是咱们的一个标准 那我来看一下下一天 可以看一下底部的量呢 我们说量学研究的是量柱 这是一组什么呀 平量柱对吗 那我们看一下他的整体量能上来讲呢 是不是处于什么了 低量啊 这是根T量柱 T量柱之后呢 是低量 然后又缩三一 那在这里呢 是假印真阳 假印真阳之后是缩三一 这里又是T量 T量之后跟了三个小平量柱 那这个地方是架涨 那这儿是不是量柱呀 这根已经是王牌基柱了 对吧 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接力 它已经形成了王牌的基柱 那么后三日是架涨量柱 那么常态 它是要看涨的 对吧 我们对它有一个预判 常态它是要看涨的 但是变态是不是要看跌呀 因为这个地方 你看几天了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天的小羊了 对吧 也相当一个岁羊卖生了 那么常态 我们预判它就是看涨的 那变态呢 就是看跌的 左侧的压力 是不是要往左侧画了 是不是要画到这里了 七块九的这个地方 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天 也就是说 如果你我们以这一天为临界 以它过锋为连接进场的 那在这一天 是没有离场的一个机会的 还可以再看一下 并且它王牌已经成立了 那同样 如果它跌破七块六毛九的时候 就是我们标准中的 一个离场的一个机会 来看下一天 这一天出了一个假阴真阳 假阴真阳 它是有精准的的吧 这个地方是不是回踩了左侧的阴顶 七块六毛九啊 这是第一次的确认过锋 对吧 确认过锋 但是它最好是一个背量 我们说假阴真阳是什么呀 假阴真阳是主力早上开盘的时候 零号开盘 为什么会一个零号开盘呀 因为要把这根亮柱打下来 它的二一位是哪 七块八 那看一下这天的开盘价了 七块八 开在二一位之下倒着打下来的 说明了在什么 在消化这一根柱子的压力 把左侧这根阴柱 二一位的这个压力消化过来了 量能上它是有所转移的 假阴真阳 常态第二天是反包围墙 那如果变态了 就是来到了七块九之下 它过不去 对吧 这个地方是回踩了 回踩了这根大阴的顶 如果七块九这个地方过不去的话 那说明也就需要回调了 因为这是一波连续的碎阳慢升 来看一下下一天 这是一个什么 阳盖阴 是不是该跌不跌呀 这个地方是该跌不跌 出现了一个阳盖阴 假阴真阳 反包围墙 次日开始反包了 那我们来继续看一下下一天 这一天出了一个近似于一个十字星 并且呢 还是什么呀 没有跌破七块八 假阴真阳的顶 对吧 这个地方就可以一直持股 什么时候七块九 不过出阴的时候 就是我们一个离场的时候 来看一下 这一天是不是站上了 那可以看一下 这一段是不是为冲段啊 从攻守节奏上来讲的话呢 是攻 守 这是冲了对吧 因为它过风了 那么这个冲是不是走到了 左侧的这个阴顶之下了 攻守冲 那么按节奏 它是需要有一次回绑 是有一个防的 对吧 我们把最近的王牌画一下 那这一根是基柱 这是基柱后一天 第二天 那么第三天决定量性了 对吧 我们向左侧推的话 这时候压力在哪了 大家看一下 这一波都是小阴小阳的 对吧 我们说就近来找的话 要找这个稍微大一点的阴柱 就是八块二的这个地方 来继续看一下下一天 缩量的零号 这一天的零号出来了 并且是缩量的 占上了哪啊 七块九 对吧 是个确认 那么说如果我们是以过风的这一天 来为临界的 那这几天是一个持股状态的 它是小阴小阳一直在往上涨 那么它要到哪啊 就是要到左侧的这个八块二的压力之下 对吧 那么说它什么时候开始 要走到哪儿啊 这个地方突破了这儿是不是上行的压力都没有了 那么就目前来看最重要的一条线在这里 八块七毛五对吧 什么时候过八块七毛五的时候呢 这上方是不是零压区了 压力就非常小了 这一段说明它就有冲顶的这个预期了 我们来继续看一下夏天 这一天有回调的需求了 对吧 那这是什么呀 开始要下蹲了 攻手冲是不是该仿段了 那么说仿段的攻防线怎么画呀 画就近的线对吧 就近的线在哪里 在这里 把线稍微去一下 就近的线是不是七块八呀 可以看到主力这还有精准的 最低回踩的就是七块八的这个地方 那么七块八破呢 我们就离场 七块八不破的时候 我们来观望一下 来看一下一天 破了 那我们在这一天离场了 离场之后 什么时候是我们进场机会 我们去哪等它呀 第一要看什么 量能要缩下来 对吧 我们要等一个低量 第二呢 第二要看它是 要在哪里止跌 比如说这个梯量 它会不会走在这个梯量的顶 或者梯量的底的这附近来止跌 等它一个止跌动作 对吧 那这段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 它是在走什么了 攻手冲防 防断了 对吧 我们说回避防断 要做的是攻和冲 那么防和手是回避断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不参与的 要等什么 等它的量能降下来 量能低下来之后 我们再来参与 再看下一天 这一天继续啊 没有进场的标准 也没有进场的机会 继续看下一天 把左侧的这个地方跌破了 那么说明什么 它向下还要再向下找 有可能是找什么呀 它的腰 对吧 7块4毛9是它的一个金线 那么通常说 基柱的21位和底 都是它有可能回踩的一个地方 那么它踩到哪出了低量 这时候我们就开始注意了 对吧 但是在目前这个地方 我们是没有一个进场的标准和机会的啊 没有大家进场标准 我们说什么连姻来笑开怀 就一直等着它 等着它连姻来出现低量 并且有跌无可跌的时候 这地方主力是主动下跌的 你可以看一下都是0号下来的 对吧 这个地方有0号 这个地方有0号 说明它是在主动的向下洗盘 来看下一天 这一天出了十字星 是不是要选方向了 那看一下它下方是踩到位了吗 这个黄金线没有跌破 这个地方呢 有一条精准线 对吧 踩的是这里 那么十字星选方向 可以看一下 明天开盘是向上还是向下 是怎么一个选方向 但是整体来说 这一段是没有王牌的 对吧 首先第一是什么 没有王牌 并且没有一个有效的一个次阳 所以我们还是观望状态 这一天没有进场机会 没有给啊 因为我们说什么 它左侧这儿并没有踩到位 它既没有踩到这个阳的底 也没有踩到它的腰 所以在这个地方 大多数时间还是来观望一下 这一天又出了一个腿 我不知道在 这个在传统理论里 可能叫什么双针探底啊 但是我们量学的理论来说 只要出腿的地方呢 就是下方是有支撑的 这个腿能收上去 说明有人在这个地方来做低吸 那么在此出现两个的时候 是什么 等一个阳盖音 对吧 因为说明下方是有很强的支撑的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天的联音下跌 它虽然幅度不特别大 但是也属于一个集音状态了 那过哪的时候是一个买点呀 通常想下我们来看这个地方 七块七毛二的这个地方 为什么选这儿 因为它这儿有个零号的跳空 如果主力把下面的这一段都过去了 那说明在这个地方 就十字形选方向是有向上的一个可能的 攻手冲防冲 对吧 那在这个阶段 如果它不跌破这里呢 就是节奏来改变 跟我数一下节奏 攻手冲防 过这个地方之为冲了 对吧 那么常态来讲呢 它不过 反抽不过 它的二一位 它是不是继续向下呀 这叫什么 撤眼退户 开始向下 对吗 如果反身把这个地方过了呢 过了整体这个波段的二一位 那么它就是节奏来改变了 来看一下下一天 正好卡在7块7毛2了 对吧 我们还没有进场呢 在这个地方 因为离进场还差那么一点点 没有确认它 那这天可以看到它是倍量的 倍量是说明什么 有资金来进场了 在这个地方 有资金进场 我们就可以来关注一下 来看一下 假阴真阳 这个和哪个很像 和我们近期说的一个案例 就是这样的 开盘的时候 直接是假阴真阳 这相当于什么 一段 一段消化之后呢 反身向上的时候 出完次阳 一个假阴真阳 这是不是一个假动作呀 对 小空间里面就是折腾 是有资金 资金来 这是资金第一天进场 第二天出了一个假阴真阳 跟我们近期宇哥在盘中提醒的 一个非常像 是那个农业的那个 是吧 今天找了六个多点的那个 跟它很像 第二天开盘的时候 是个零号开盘 直接出了一个假阴真阳 那我记得宇哥在讲的时候 说过 一根次阳后 都出了一根假阴真阳 这个地方是确认的一个下蹲 就是它拉升前的一个下蹲 如果能看明白这一段的话呢 你是可以不用慌张的 我们等它什么 一个有效的确认 明天确认它是 站上了七块七毛二 那就是我们的一个 上车的一个地方 上车的一个临界 那这个地方 如果你早上被套进去了 也不用太慌 第二天我们等它一个反包 没有反包跌破的时候 这个地方我们在立场 是不是跟我们那个安利是一样的呀 这一天是个零号开盘 对吧 直接是不是过了这个风了 节奏上它又改变了 对吧 攻守冲防冲 这又改变节奏了 又是一个冲了 这这天是我们上车的一个机会啊 确认了什么呀 确认了七块七毛二是有效的 假阳的这天如果被套了 不用慌的 这一天是个正常确认的一个上车机会 但是上车之后要防一下 为什么呀 因为左侧这个八块二 自始至终就没有站上过 这个地方单枪消化过一次开始的 那么这里呢 它是没有站上过的 那么这一天的单枪是有量能的 可以看下底下这个量能 我们常态说单枪之后 常态是看跌的 为什么 因为它把这一天的筹码 转移和消化过来了 所以并且它没有突破 左侧的这个八块二的时候 我们要防它一个不过 防它冲高回落 所以明天我们给的预案是什么呀 如果八块二不过的话 就要先出来 这个地方别怕折腾 哪怕就是今天进了 明天出 在这个地方预阻不过 也要出来 在底下再等它接回来 因为它如果向下调的话 这个要调到哪里 就是我们不太确定的 大家看下一天 这一天是什么 踢量八块八毛二 对吧 没有给我们出场的一个机会 但是也没有给我们一个加仓的机会 因为这个地方过太小了 它的尸体过的 我们通常说过左侧 中央压力位的时候 会出一根中的大洋 这个地方出了一根踢量柱 那么说踢量是不是常态要看条啊 踢量常态是看跌的 对吧 并且踢量柱如果能做成王牌柱的话 那这个地方就有上攻的预图了 那我们在这里更多的是什么 防条 对吧 出踢量之后了 我们要防止它条 并且以它最好能做成一个王牌柱 那么这个地方才能够上攻的 如果破了的话就要回条了 来看一下下一天 缩三一高开低走 那没有确认站上左侧的压力位 对吧 那我们在这个天的时候是一个高抛动作 这一天开盘是跳过去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天的操作 是不是恐龙啊 开盘的话直接是跳过了这个地方 那么出尖角恐龙 回来不上人线的时候就要出了 如果在这个地方你没能出到这个尖尖上 那么在这个地方不过人线的地方都是我们离场的一个地方 这是咱们的标准啊 那么离场了之后呢 是不是缩三一了 我们再等一下啊 等它回调是吧 有回调的预期 那在这个地方给它画一条金线 是不是以这个踢亮柱的底 来做一节黄金踢啊 下面的线去掉一下 那我看一下左侧呢 重要的那个地方就是八块七毛五 那么就目前来看的话 就是以这个踢亮的底不破来做王牌的话 它就是继续在向这个地方上攻 那么可以看出来 这个装的习惯是什么 岁阳慢升岁阳慢升 对吧 回调的时候是联姻 也不给机会 那么上涨的时候都是岁阳慢升 那在这个地方 那我要预判它什么了 缩三一是要有回调的预期的 对吧 有可能是联姻跌下来 那么跌到哪里要看 要看什么呀 第一是量能上 缩量缩量 缩为摆低之后 缩无可跌了 第二呢 我们要看架柱上 是不是不破最重要的这根线 或者我们目前来看的话 是以这根柱子来的 对吧 因为它呢 是量那个基柱实体 相对来讲比较大的 那么这个八块零二是 后三日的一条金线 并且是一个T量柱的一个实底 那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天 缩三一缩三一 量能上是持续的缩下来了 对吧 这是不是我们所期望看到的呀 我们等的是什么呀 等倍量来确认低量 但是这个地方是没有回踩到位的 可以看到 这一天量能上虽然是缩了三一 但是架柱上 它是没有踩到东西的 它是一个悬空的一个状态 所以还是什么 继续在等 我们在这一天出局了以后 就没有在进场的一个标准的啊 在这一天冲高出局 现在一直是零仓位来观望的 这一天是个零号 没有占上八块二 那这一天没有我们的上车机会 对吧 但这一天它形成了一个 形成了一个什么呀 王牌柱已经形成了 以踢量柱不破 形成了新的一期王牌柱 这个是踢量柱对吧 这里头是有什么呀 这一根是王牌柱的基柱 那后三日呢 是阳阴阴该回调的对吧 那么以它为一个基柱呢 那后三日是什么 阴阴什么 这根比较小应该也是个阴 那是不是也是要回调的需求的呀 这里头虽然是有王牌的合力的 但是它量性不好 在这个地方就会横着或者是折腾 等的是什么 等的是一个有效的被量柱和阳柱 比较大的一个实体 来看下一天 实体也是非常小的对吧 我们通常说实体小啊 就证明什么呀 量性差嘛 虽然是有一个小零号 但是它量性差 因为实体很小 这个地方为记住 一天两天三天第四天 没有一个很好的临界标准的 就是你进去 可能在这个地方也相对比较折腾一点 因为它实体太小了 没有达到我们所说的一个倍量阳线 也没有一个实体比较大的 一个好的一个实体 左侧还是看哪啊 8块2这条线 对吧 那我们就进上来看的话呢 可以什么呀 什么时候过8块4毛6 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进场 因为它但凡过就近的这个8块4毛6 说明它把左侧的这一堆压力全部都消化掉了 那不过的时候 在这里头小鹰小羊就没有进场的一个必要 1234 四个评量说明后市有30%的一个涨幅 对吧 在这个地方没有过8块4毛6 就可以什么呀 等一等 不进场了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最近的一个临界了 因为从节奏上来讲呢 可以看为攻手冲防冲 对吧 那现在是不是在这儿啊 什么时候过这儿的时候 就是我们的一个进场 8块4毛6 不过的时候我们就稍微等一等 这一天出阴了 回踩了8块2 收盘应该是正好收在了8块2的时候 但是我们也没有进入标准的啊 再等一天 再等等 什么时候我们说过8块4毛6的时候 我们再来看 这个地方是什么动作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精准线在下呀 出了一条精准线 精准线在下 那它的常态意义上是要向上的 对吧 但是我们的临界标准就在8块4毛6的这个地方 这一天被量单枪消化过 捅过了 量能上呢 是不是一个什么 微微的放量 那么 跟这一天的量能相比 它是已经转移过来了 对吧 那我们说单枪后视看跌 该跌不跌的时候 我们就要注意一下 并且它什么时候过8块4毛6 这个地方是我们的一个买点 那看一下这一天 是不是临界来了 过了8块4毛6了 对吧 8块4毛6在哪 可以看一下 有没有站住啊 差不多在这个地方吧 8块4毛6 这条线的 这条线这里 攻手冲防冲防冲 是要走冲了 对吧 那我们在这儿就是一个临界 8块4毛6的是个临界 但是它整体上 上面站上的地方比较小 所以这个地方防一下 第二天的不过 还有一个是什么呀 我们往左侧看的话 是不是来到了 它的实顶之下呀 8块5毛5 这个地方是精准的卡在了这里 所以这个地方 大概率是要回调的 就即便你是在8块4毛6上去的 要看一下第二天的一架空间 如果开盘没有开在8块5毛5之上 就要什么 就要直接走 那么主力如果想过去的话 这段要走冲 是一定会开在8块5毛5之上的 并且这个地儿有个虚顶 8块7毛5对吧 通常情况下过这个地方的时候 会出一根大羊 如果你期盼的那根大羊没有来 说明这个地方是虚晃一枪 捅一下要回调的 所以第二天要做好一个预案 在这一天我们的预案就是什么呀 开盘直接开在8块5毛5之上 并且要过8块7毛5迅速的出一根大羊 证明它是真的要来了 那如果没有了呢 说明是假的 那要赶紧先跑下来 等它一个回调 来看一下 8块5毛5都没有过对吧 左侧的这个阴底 你看一下重要的这个线 它就没有过去 是不是左侧的8块5毛5啊 直接开盘的时候 跟我们说的 它没有站上8块5毛5 那在这个地方先跑的 赶紧要先跑 这天收了一个长阴短柱 长阴短柱什么也是机会 对吧 我们说长阴短柱 开始缩量下跌 缩到哪跌到哪 跌到低量 量能上比这个再低一点 跌到低量的时候 就是我们等的一个低量来了 要有介入机会了 这一天是很明显的 开始长阴短柱了 我们预判它要回调了 因为左侧8块5毛5不过 这是一个什么大阴 大阴石顶不过的话 有回调的预期 大家看下一天 这一天是假阳 缩三一假量 是不是开始缩量了 这是我们所期待的缩量了 对吧 缩了一半 再缩一半的时候 证明量能已经缩到低量了 来看下一天 跌于价跌 这时候没有踩出精准 因为它怎么样 8块7毛3在这个地方 踩的是它的虚底 虚底 缩量柱的一个虚底 踩到这里了 那这条金线是不是跌破了 在这个地方我们的临界标准在哪啊 大家来看一下 在8块1毛4 对吧 我们说缩量回调 7块8毛1这个地方 有一条虚底的一个精准线 那么它反身向上盖过它 并且打到了8块1毛4才是我们的一个临界标准 那如果这地方有腿 我们还是什么 防止它要摸腿 对吧 在这个地方 如果它这天是收长腿 第二天板块如果没动作的话 它可能还要再摸一下腿的 叫长腿必摸嘛 来看一下下一天 这天你看尸体非常小 如果你在21位的话 早上开盘有可能就是一个片的动作 对吧 开盘直接下刹下来的 所以说我们上线在8块1毛8 什么时候过8块1毛8才是我们的一个临界 这一天是不是又出了一个长腿短柱啊 临界是不是下调了 临界不是固定不变的啊 它是随着我们行情来走来调整的 那走到这一天的时候 我们的临界就是这根长腿短柱的21位了 这个量能上可以看到 这一天是缩31 那么之后是不是又开始缩量了 缩31之后继续再缩量 那么回踩到哪里了 左侧7块8毛1 那这一天收盘是7块8 破了一分钱了 那它常态 我预判它是还要跌的 那如果变态的话 过7块9毛4 21位就是一个临界 这是它的常态和变态 那节奏上来讲呢 我们来画一下节奏 时时刻刻给自己画节奏 你就知道它处于哪一段 攻手冲防 这是什么 不过之后呢 撤在这了 对吧 那演的时候 如果不过这里的话 是不是要继续退啊 整体拨端的21位 如果不过的话 那就是撤延退户 那如果在这个地方过了呢 就有走冲的 如果反身的话 就是走冲 那我们在这儿的临界 设在了7块9毛4 过这根大阴的21位 就是个临界 来看看下一天 这一天反常了 为什么反常了 来了一根掌停 对吧 我们说掌停板 是主力的一种野心的象征 只有它才能做出掌停板 那么前面一直是碎扬慢升 碎扬慢升 在拉升 突然在这一天 来了一根掌停 并且把左侧的8块5毛5 一下突破过去了 上面实体比较小 但是可以看到 掌停质量是非常好的 一放量的时候 迅速就突破过来了 放量就拉到板了 这天非常快的 就是如果你一直跟踪的话 你可以在7块9毛4的这个地方 发现它 那如果你盘中看不到的话 那么可能只有在当天晚上 复盘的时候 才看到它 那如果我们是在复盘的时候 看到它 那对它第二天的欲望 预期是哪的 8块7毛5这个地方 对吧 我们说这个地方是没有 一直没有过去的 那如果过去了之后呢 就是一个什么 节奏上的一个改变了 对吧 那我们给它画的线 三线 第二天是左侧阴顶 这8块7毛5 这个地方还有一个什么呀 8块5毛4 如果这个地方回踩不破 刮刮5毛4呢 是走什么 过风保顶 也是可以来什么 来底西的哈 掌停板的顶和这个地方 它俩离得很近 去一个就可以 那如果我们是在这一天 7块9毛4上车了 我们第二天要防一下哪啊 左侧的这个8块7毛5 那如果没上车的人呢 我们就等它回踩的时候 来做一个低西的一个动作 就是长腿 那根买那根腿的 那根低点的一个动作 那么看一下它左侧 这个地方是缩21下来 是没亮的 这个地方是有一段的 溢价空间的 对吧 来看一下下一点 0号早晨开盘的时候 直接开过8块7毛5的 对吧 回踩呢 你看看8块5毛4的 这个地方都没有到 踩的是哪 踩的是它的须顶 应该是 对 踩的是它的这儿 并且没有踩10它 对吧 说明这个地方是有福利的 我们说回踩的时候 这个腿啊 不要太长 并且留有0号的时候 是最好的 那这个地方是不是 是哪一样都符合了 开盘呢 开在了8块7毛5之上 并且回踩的时候呢 没有把底下这个0号 给踩穿 这一天早盘的时候 就可以进哈 并且质量也非常好 直接拉起来的 那走到这一天 我们对它的什么呀 对它画三线的话 就是左侧这个阴的二一位了 左侧阴的二一位 这个地方因为这根阴很大 对吧 相对来讲 它的二一和它的顶都是有压力的 那么走到这儿的时候呢 我们给它设了一个三线 回踩一下它的上三一位置 9块2毛3 那么第二天呢 上线就是在这个地方 中线就是收盘下 下线呢 就是它的这个9块2毛3的一个 上三一的一个位置 我们说它强势的话 开盘还会什么 继续有反身向上的一个意图 来看一下下一天 继续是个0号开盘的 对吧 这个地方可以看到0号0号选择方向 回踩的时候 是不是9块2毛3的这个地方 踩的就是这个地方 稍微有那么一点点踩漏 最低踩到了9块2 那么阴的二一位也站上了 下一个是不是阴的十顶啊 分时上看这天还有点吓人呢 重新站上人线的时候是个买点 你这一波 早盘呢 这个地方可能被吓出去了 下肩脚 王道老师说过 下行肩脚拨的时候 你就不要着急出来 因为它有重新回人线的预期 重新再回人线的时候 这个地方就可以作为一个买点 拉升起来 就是三一直接就封了 那这是这一天 这一天什么 出了梯量了 我们说梯量 常态就要防跌了 一二三四四板是不是打标了 也就是第二天的时候 他预计就要打标了 对吧 四板了 并且呢 来到了左风底下 有可能对他的预期就是0号跳过去 然后什么呀 有可能板有可能不板 直接到三围了 对吧 这是我们对他的预期 并且这一天已经出了一根梯量柱了 常态就是要看跌的 那他反过来呢 如果他在这一天跳到了10块9毛5之上 亮波正三围 那说明他什么呀 重新又开始走冲段了 对吧 你看主力的开盘都是非常有意思的 是不是直接跳在了10块9毛5之上啊 用行动告诉你了 这一天是真的 回踩的时候腿也非常短 直接就向上了 对吧 连我们预设的他的底都没有打到 开盘代表了资金的流向和主力的意图 如果他开在10块9毛4或10块9毛3呢 说明这是假开盘 那主力直接跳过去的时候 就说明这一天大概率是一个真的 1234四个板了 对吧 过风是不是走冲了 我们说过风的时候没走冲段 那么他就是要到左侧的这个地方了 对吧 要到这里了 并且呢 他是不是什么 缩量 缩21了 说明缩量在走加速了 已经开始 来看一下下一天 那基本上走到这个地方就没有 没有什么出的一个那个机会了 什么时候出九阴的时候 什么时候再出来 来看下一天 一字 一字应该是今天 对 今天一字 因为今天 他的一字之后呢 西安 野石和那个黑芝麻 都陆续开始拉板了 那么这个也是目前厂内的一个高标 我们整体从下面说了一下临界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临界标准 如果是一直跟踪的 在盖这个地方的时候 是个临界 对吧 如果我们是掌停板 发现的呢 在第二天 他开盘的时候 开盘回踩这里的时候 是个临界 那在这一天 就是一进二的时候 是个临界 之后的临界就稍微有点高了 虽然每天都有临界 但是不作为我们的一个 详细说的一个负极标准了 那这个就是从下面 我们一直跟踪起来的临界 这一段里头呢 相对来说是折腾 但是如果你看懂了 他的节奏呢 跟着每一波来做 弓手 冲 防 冲 然后在这里防 你是可以一直来做一个小的波段的 过重要的地方的时候 刚才我们发现 重要的地方是不是在这 过这儿是不是就为冲了 整体大节奏意义上 那过了左侧的这个重要的阶段 上头是零压区 上面相对来讲 压力是比较小的 只要能过了这一段 那上面就很 就很大机会 就会来到他手跌的地方 就是10块9毛5的这个地方 但凡他要是把这个地方过去了 那他又是一个新的意义上的一波节奏改变 又是在走冲了 那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来做的一个四季训练 麦曲儿 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看一下 然后我是建议大家没事可以多画画线 就把很多牛骨的起涨之前的这一波段 多画画线 因为好多长的都非常像的 他起涨前的这一段都很像 多画画线 你就会发现他们有很多相似之处 下一次你在其他的案例身上看到的这种 都可以发现 前期是怎么关注到的 牛骨三绝呀 我们说他下跌什么 我们最早看他的是不是因为他是缩二一下跌的呀 这个是我们量学标准里特别关键的一点 你把所有的缩二一下跌的都收集起来 这个日后肯定会有什么呀 因为这个地方缩二一的假跌 这个地方引起我们注意了 我们从这里开始关注了 但是我们说从这里关注 不意味着你要很快的对他进行伏击 你要等他什么 下跌到位了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从这里关注了 他是不是下跌一直打到了这个底了 他一直打到了这个底 甚至比他还要再低的时候 我看左船有支撑吗 打到了他这里的时候 才开始重新再做 打到了这个金线的时候 看 他开始再做 我们大节奏意义上来看的话 这个地方是什么 刹车 那这里可以看作一个换档 那从小级别意义上来讲 这个地方出过高量了 这个量能可以确认是主力在这里吸筹 边拉边吸 吸完筹之后向下打压 打压到什么 量能上是低量 这是牛股三角里面的 量能上要缩到低量了之后 开始做出什么呀 金街王牌3D3有有了 不断的在这个地方开始做王牌 3D3有什么时候突破重要的那根线 就是他的一个爆发的一个地方 话有点乱啊 大家来看一下 什么时候突破了重要的那根线 就是他爆发 那根线是不是就在这里啊 对吧 什么时候过这里的时候 就是他的一个领起爆点 那我们是从他搜二一开始发现 他并且一直要跟踪他 这波攻守冲防冲 节奏上什么时候他走冲防冲防的时候 就意味着他在加速了 那么这一波小级别的意义里 它是什么呀 刹车换挡 然后这呢 过了最近的这个地方 就是加油了 对吧 在小级别里 你要能看得懂的话 他只有慢慢又有走到这的时候 你才敢上手 才敢伏击 这个是一个节奏上 为什么一直在跟大家画 这个攻守 攻守八步呢 攻守冲防这四步一定要明白 当你把这个攻守冲防看懂以后 你就能看出来主力在干嘛了 这个地方再做一个下蹲 对吧 看一下 封下的一个下蹲 重要位置下的一个下蹲 前期呢 慢慢悠悠 攻守冲防走到这来以后 长阴短柱 长阴短柱 有底的长阴短柱 下蹲到位了之后 直接什么掌钉板起步 这种就属于迅雷不及 有的时候你发现 你都觉得很跟不上他 长得非常 长得拉长的速度非常快 这说明什么呀 起步很猛 左侧呢 你就能看出来它的装性了 拉升的时候特别猛 那么右侧呢 它也是一样的 好来 这个就是 对 我们是从缩二一开始就跟踪的 并不是有些票 我们很多同学问 宇哥怎么发现的好多牛骨 那首先第一个 它要跌的非常漂亮 那就是它要跌的时候 是缩二一或者是缩三一 再缩三一跌下来的时候 我们再看它 左侧跌的漂亮 右侧才能长得漂亮 529 529 跳过左风开发 但开板下上 加观量度 529 是这个吗 要看板块的呀 00529 000529 然后这个 这个是昨天 我知道有朋友上了它的 因为它是昨天厂内 比较确定的一个高度板 一个二进三 昨天有人在这个地方上了 那看一下它 最近的一条线在哪里 周线上来看 这个可以 这个地方了 然后再转到日线上来看 9块05 在这儿吧 这儿的湿顶和它的虚顶 今天早上开板它是一字的 我看见它了 它早上很强的 是直接封了板之后 然后攒下来的 这个今天是个假阴真阳 一个长腿 长腿说明什么 在下方是有一个强支撑的 今天出了一根高亮 可以看到了 今天是一根摆高 常态明天是要看跌的 这根高亮是干什么动作 是把左侧这一部分的筹码消化出来了 看是吧 这一部分的筹码已经被今天的这根亮能转移过来了 明天常态是看跌的 变态是看涨的 这个地方还是一个假阴真阳 长腿有底 这是什么 长腿在 长腿是说明下方有强烈支撑的 既然是出摆高了 那说明常态 它明天是要看跌的 那如果变态呢 该跌不跌的时候 反正就是看涨 这个标昨天很强势 它在二进三里头是一个比较确定的一个板 我有朋友坐上它了 今天早晨应该是直接出高亮 叫先出一部分舱的 等明天呢 看有没有反报预期 那么今天连板高度来讲呢 还是不错的 昨天的几个连板 今天外屈尔 包括新兴装备 一次上去的这几个都是 都是成功的 广红就是这个嘛 它是收了七个多点 这几个连板 目前市场情绪还是可以的 好的 那这个就是今天的一个花线作业 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交流巡礼再继续交流 好的 那今天就到这儿 谢谢大家再见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再见 在我下期赞 过去的今晚吧 我们下期赞